接着带你来看到 为了推广食农教育 关山镇农会与关山镇公所共同合作 除了即将在2月3号办理的 千人拔萝卜活动之外 4号也特定邀请到北部幼儿园 带领小朋友走进田里 体验拔萝卜以及烟萝卜等DIY活动 教导小朋友们食物从泥巴到嘴巴的过程 从小养成对食物的尊重 达到食农教育的理念 来自台北爱迪尔国际幼儿园的小朋友 在田里开心的拔着萝卜 准备要进行等一下的体验活动 而为了今天的拔萝卜体验 这群小朋友们还是先在幼儿园就进行的练习 今天好玩吗 拔萝卜 好玩 我们是第一次来拔萝卜吗 两次了 两次了 在学校有练习 我们在学校有练习 有练习 为了要让小朋友可以认识食物从田里到餐盘的过程 观山正农会特地带领小朋友们走入田里 亲手栽采萝卜并进行加工 希望能够让小朋友们学习到食农教育的精神 让大家来体验从泥巴到嘴巴的一个感受 都能够重新来认识一下农业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了解农业更尊敬尊重这个土地更尊敬这个农夫 能够也学习到不浪费食物 不要这个萝卜踩了就丢 或者是说取自己需要的 而不是大家好像在抢来抢去的这种画面 真的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更精致地传达食农教育的概念 观山正长洪成峰也表示 每年观山正都会在二期稻作结束之后 在田里撒下滤肥 未来年新一期的稻作做准备 其中萝卜是不少农民的首选 后来演变成为观山年度盛世千人拔萝卜的活动 而今年的活动则将在2月3日登场 那萝卜呢它除了是滤肥 也被观山正发展为我们的第二大的农特产品 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好处多多啦 又好吃又好玩又是黑金 欢迎大家真的来玩 2月3号早上9点 我们观山千人拔萝卜就要正式准时开始 大家一定要提早来哦 因为往年的经验都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 从台湾各地来到这里 欢迎大家2月3号一起来拔萝卜 欢迎想要体验拔萝卜的民众 千万不要错过2月3日的 观山千人拔萝卜活动 除了来到田里体验拔萝卜之外 更可以品尝到好吃的萝卜料理 以及畅游观山小镇体验小镇的魅力 记者陈吉林观山正报导